日前,和柯大一父怨心去消化内科,成功为53岁费大哥,找到了困扰他三年多的病因,经过积极,目前费大哥病情得到有效控制,生活也恢复了正常。 据悉,多年来,费大哥一直被凶悶、几扯,后背疼痛所折磨,夜晚尤其严重,虽然辗转多家求医,却始终未能查到病因,人变得越来越消瘦,生活质量严重下降。 一个月前,费大哥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介绍,说,和柯大一父怨心去消化内科有个宝贝,能够帮助患者准确找到病因,便莫名来到该院消化内科。 在详细了解费大哥病史后,周新医生怀疑西卫时缓反流病,在卫期进行24小时试冠PH组抗监测后,却诊就是该病,于是就给予一支胃酸与护胃的对症。 二周后费大哥症状明显减轻,医院后卫的发生胸闷气喘,夜间也能平稳入睡,费大哥终于恢复了正常生活。 据周新医生介绍,卫时缓反流病是一种常见病,目前在中国发病率极高,主要表现胃反酸,烧心,但也有很多不典型的症状,如反流引起的胸痛,咳嗽,哮喘,咽喉不不适,声音嘶牙等,很容易被误诊为关心病,心脚痛,气管炎,直气管哮喘等。 周新医生建议,采用24小时食管PH组抗检测来判定,为食管反流病。 是该病检查的尖标准,也是一项最常用的消化到侧压技术。 该检测技术目前在中国尚未普及,洛阳也仅在核科大一复业新区开展。 近年来,核科大一复业新区消化内科利用此技术,已成功为众多病患者找到了病医。 许文君谢雅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